合约医生问题悬而未决 但政府承诺会分阶段转证上万名合约医生 卫生部长扎丽哈也透露 接下来再有两千多名约聘医疗人员将会陆续转证 而且今年底就会到政府医院或是诊所报导 首相杜斯里安华今年四月透露 政府放眼三年内让大约一万两千名合约医生分阶段转证 卫生部长扎丽哈在以报出席活动之后证实 接下来将有额外大约两千名合约医疗人员陆续转证 dengan kerjasama SBA kita pula akan uruskan untuk menawarkan pelantikan tetap lagi untuk 2083 lagi tambahan pegawai peribatan kontrak ke tetap jadi insyaAllah kita jangka untuk mereka melaporkan diri di fasiliti kita pada akhir Disember ini 扎丽哈指出,在安华宣布的一万两千多名 合约医疗人员转证任务中 其中一部分已经在七月尾完成 截至今年9月23号 国内共有3万7058名合约医疗人员 另外,职务空缺方面多达3万1459个 不过,扎丽哈透露 这些空缺已经由合约员工填补 按百分比来看,他说填补了大约27% 另一方面,卫生部今年透过公共服务委员会 收到140万份报读卫生部医疗培训中心的申请 从2018年到2023年 超过14000名毕业生被吸纳并投入服务 市正是直接治疗人员的 约医疗 精神 gleichzeitig 余 gu